而另外一部分呢到台中来看到有一个住在重化区的先生 他就指控说他租地来盖地上屋 结果被现任的地主也就是前市议员的夫人强行拆掉 他说没关系你要拆你要我走可以啊 那我的损失你这个部分呢你要赔给我啊 结果又不赔 现在呢被他所指控的这个前市议员夫人就找来了秘书 拿出了判决书说你这个是有法有据的 说这个男的根本就不是实际房屋的所有权人啊 这个赔偿金到底应该给谁恐怕还有得吵 这样偷偷这样进来 后来直接敲 我们就听到很大的声音 后来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赶快出来 我们就阻止他不可以敲 组错无端遭到拆除 黄信男子痛骂名义代表仗势欺人 当着大家的面啊就说 你我就是要拆全部给我拆掉 全部拆掉之后要告你再来告 老房子就像被轰炸过一样 房屋的墙壁海被凿出了一个洞 黄信男子指控一位宠化的问题 买走土地的民贷没有支付地上建物的搬迁赔偿金 就强行拆除 在民法里面地上物跟土地本来就两个不一样的物权啊 你要我搬迁可以 但是我要 你要来跟我讲啊都没有讲啊 就要把我们房子拆掉什么 我觉得 都没有都没有 黄信男子说原本外公承出这块土地盖房子 所有权本来属于神明土地公 地政单位却误把庙方管理人员登记为土地所有权人 两年前这块地转手卖给前市议员 议员的妻子日前还带人到场墙行拆屋 被指控的名代请助理拿出法院判决书说明拆除动作与法有据 这块地的建物的所有权并不是指控的这个人的 也很明确的将拆屋的权利委托给我们 指控名单的黄信男子不能认同议员的说法和法院判决 仍将上诉到底 至于赔偿金到底该赔给谁恐怕还有得吵 中文字幕李梦张张迅栋台中采访报道